我不想死 我还没看见你中状元 也吃不到天下楼的乳哥了 不要再胡说了 顿珠50度的高烧不退 还以为自己这回真的要变顿珠了 可心中还有太多的牵挂 所幸志轩不断安慰 如果你有什么不测的话 我怎么去搞科举 就这样志轩整夜陪在顿珠身边 一早醒来 顿珠50度的高烧居然神奇地退了 经大夫诊断 确定了顿珠已经脱离危险 志轩这才放下心来准备去参加科举 为了让顿珠好好休息 志轩并没有叫醒顿珠 带着全家的期望赴金赶考 没想到就在这时 顿珠还是特意赶来送志轩一程 把自己绣好的顿珠扔给了志轩 两人不舍话别就此定情 用心考科举 我知道啊 你要中个庄园回来 你要记住吃药啊 不要再淋雨知道吗 短短的几句话充斥着两人彼此的关怀 而志轩看着顿珠绣给自己的顿珠 心里不禁充满暖意 接着顿珠也回家寻找志轩话 给自己的顿珠 可怎么也找不到 这可是两人的定情性 没想到阿姨妈故意捉弄顿珠 表示把话当垃圾扔了 急坏了顿珠 你怎么搞的吗 你也不问我一生去丢我的东西 你丢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后门呢 而当阿姨妈把话拿出来 还给顿珠的时候 才松了一口气 也终于在阿姨妈面前 承认了喜欢志轩的事情 现在的顿珠已经不想会吐过了 满脑子都是等着志轩高中状元回来 一起幸福的生活 准备报复成家 我要看着成家陷入困境 我要他们一无所有 很快在美男子的精心设计之下 成家陷入了困境 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老的债主临门催债 树木之庞大 成家哪里周转的过来 没办法二娘决定用房子抵押 先还一还 才让债主暂时离去 其料成家的工厂 也在美男子的安排下被动了手脚 这下是彻底完蛋了 果然美男子随后就带着人 来以成家所染的不质量有问题为了 查封了成家的工厂 但成家毕竟家大业大 还有金波罗 怎么都还有点资本可以翻身呢 于是二娘让成家上下 把自己的经营首饰 还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 先把房子赎回来再说 可没想到一觉醒来 众人都发现值钱的东西 包括金波罗都不翼而飞 这才发现是春梅给他们下了蒙汗药 卷款跑路了 而春梅原本只是成家的一个丫鬟 没想到因为一次不小心 撞到二少奶奶 彻底改变了命运 现在更是搞垮了成家 这是贱骨头 你敢说我修